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大乔讲电影 今天要分享一部动画短片《赌徒》 故事开始 主角小明是一个赌徒 这天他又一次来到了赌场的游戏机前 他拿起一桶金币摩群擦掌准备来上两手 但是这时候家里的妻子打来的电话 小明迟疑了一下接通电话 结果电话里传来的妻子的怒骂声 小明摆出一副很无奈的表情 然后挂掉了电话 他拿起一枚金币开始了自己的报复之旅 但是现实告诉他赌博只能是白日做梦 看到屏幕上大大的失败 小明十分的不服气 他又投进去一枚金币 然后充满期待的看着屏幕 然而画面又一次让他认清了现实 不服气的他投了一枚又一枚金币 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 可是屏幕上出现的只有失败 失败 失败 还是失败 接连的失败几乎让他情绪崩溃 他擦了擦汗 在纸桶中找出了最后一枚金币 然后充满期待的将金币投了进去 屏幕画面在他眼前不断地滚动着 仿佛时间也在这里慢了下来 突然屏幕上出现了妻子的影像 妻子对着他就是一顿臭骂 吓得他倒了下去 不过这只是他的幻觉而已 之后屏幕又回到游戏画面 一个大写的失败重重地打在他的心头 他捂着脸倒下去 他开始懊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懊悔自己为什么不回家 这时候他扭头发现 沙发底下有一枚金币 他拿起金币就投了进去 他摩拳擦掌充满期待 这时候他眼前又出现了妻子对他怒骂的幻象 最后画面回归正常 屏幕上显示小明中了头等大奖 而场景也在光速转移 转眼间他出现在一个度假海滩上 这时候他又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他直接挥手一扔 把电话丢了出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影片中的结局很意外 但是现实和动画不一样 大乔认为赌博就是别人 在你旁边挖了一个锯坑 你自己跳进去 摔得自己还生一口气 接着爬起来继续挖坑 努力把自己坑死 沉迷赌博 懂一把钱倒入海里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就请点赞关注